一開始知道自己入圍最佳戲劇的時候 有信心可以拿下這個獎嗎? 因為你們負責其實蠻高的感覺 本來是有的 後來最佳劇本拿不到我就沒有了 這麼現實的嗎哥 不可以講太現實了 本來是有的 那講真的你覺得你們獲勝的關鍵或因素 你們覺得是因為劇情很感動人還是題材 我覺得演員這一次真的是把我的劇本發揮得淋漓精神 然後都很到位 就是每一個角色幾乎我覺得是幾乎都天裡無縫 沒有一個落魅 每一條線都好看 這個是在一般上 我不可以得罪人收音 我覺得這部真的是天時地利人真的是完美出擊 OK 再來我要問一個是所有的劇迷都很關心 你們有計畫會拍第二季嗎? 還是會用其他的形式在跟大家見面? 有這個計畫跟打算嗎? 這個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這個我想拍但是要看上面 就是上面 老話一句就是見好就收 見好就收 因為我相信 累積也沒有什麼把握突破他自己 Sorry 不可以 可能下一步就換那個紅毛山有一點點問題 沒有 沒有 然後他們還有找回同樣的班底 其實也不容易 主要是時間很難配合 所以留一線可以給我們攜帶一下 OK的OK OK 接下來我要問兩位入圍男主角的 你們不會很有信心可以拿到男主角? 有啊有信心啊 我的信心都放在他的身上 你們有壓力嗎? 我的壓力是來自於他的話 我們當天看吧 學員 學員 對學員